Maria老師 要請教你的問題 像我們在使用美國PTP系統的時候 這個系統很清楚 很多東西一側 通通跑出來 所以有些人會怕到了 說我不敢側 壞老闆 看我不適任 不要我了 怎麼辦 其實是因為他不了解PTP系統 因為一般我們差不多95%以上都是企業在用 所以都是他的善司主管 決策者 他覺得對員工 對所有的同仁最好的 因為是瞭解天賦 第二個是瞭解他過去三個月 他的溝通的狀況是不是很建設心 你用他的人量 所以他也可以提升人量 又可以提升這個人的天賦 那對企業主 對企業來說 他是讓每個人都有產能 因為公司越有產能 他會越投資員工 讓他去開發他的天賦和教育訓練 那所以因為PTP他這樣子 他因為精準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他個人的天賦特質 舉個例子 個性特質 然後另外他的那個決策的風格 他是哪一種方式 還有他的工作的風格 工作的特質 工作的時候 他是屬於比較很強的是前場的 還是後場的 還是管理 他都會看 還有他的人量 企圖心 那因為你了解這個人 他的根本面 他的天賦 原來哪一塊最強 我們就用他的特質 然後他的另外一個精準面就是說 包括他可以檢驗過去三個月 他在工作的角色上 他有所用的這些能量 他是不是建設性的 舉個例子 他就包括他在角色上 他怎麼這樣 等於像演電影 他這劇本怎麼演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對自己的劇本這樣演 他滿意 第三個 他用掉的精力人量 是建設性還是非建設性 就是他用了很多 他不滿意 就是非建設性 那怎麼樣 在了解他的天賦 還有他對這個角色真正的認知 那我們將來再對這個公司來說 怎麼去開發這個人才 怎麼去教育他 培訓他 有一個非常具體的精準的指標 所以對這個 我們做到現在 在大中華區19年了 那他整個在 在整個全球是做了31年 因為他有 1600多萬以上的有效資料庫 所以他非常精準 所以我們在 就是 所以在教育員工的時候 是對每一個個人 是非常精準 然後對他的角色也是非常精準 那我們這樣可以提升他的士氣 可以更肯定他的特質 然後更運用他的特質 在他的工作崗位上 所以對個人 對企業 其實都是很大的幫助 或者我應該說 PDP probably discovered us 因為他們 came到我們 在一個最重要的時刻 在我們歷史上 我們在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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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於10% 至少於10% 在過去的四年 我們非常強烈 PDP has given us the tools to be able to do that so I would highly recommend PDP to anyone who is willing to use it you have to use it for it to be successful for you